天气炎热 小明和小华决定来一杯清凉的手摇饮料 小明点了一杯全糖全冰的大杯珍珠奶茶 小华点了一杯微糖少冰的中杯梅子绿茶 在等待饮料的时候 小明发现墙壁上贴了糖量的说明表 小华说7乘以0.2等于1.4 原来我的中杯微糖梅子绿加了1.4颗方糖 小明说上面写大杯珍奶加了7颗方糖 和中杯梅子绿一样都是7颗 你怎么会算1.4颗啊 小华说你算错了啦 我点的是微糖啊 微糖只加了20%的全糖的糖量 所以7还要乘上0.2 小明这才发现自己忘记不同甜度的饮料 会加入不同的糖量 小明觉得很困惑 珍奶里的7颗方糖到底是多少的糖呢 每种饮料加的糖量都不一样 就算都点微糖 加的糖量也不一定都一样 好乱哦 小华说我们可以用浓度来表示糖量啊 这样就可以知道糖在饮料中的比例了 我们已经知道小明点的大杯全糖全冰珍珠奶茶有7颗方糖 小华点的中杯微糖梅子绿茶有1.4颗方糖 假设不考虑梅子和珍珠的质量 中杯饮料的质量为500公克 大杯饮料的质量为700公克 根据饮料店的糖量表 小明和小华的饮料含糖浓度为多少呢 我们可以用重量百分浓度来计算 重量百分浓度表示每100公克溶液中包含的溶值公克数 通常以百分比表示 饮料店的店员在调配饮料时 会将糖加入饮料再摇晃混合均匀 根据重量百分浓度的计算公式 预计算饮料的含糖浓度 请问何者是溶值何者是溶液 计算饮料的含糖浓度时 含量比较少的糖是溶值 饮料则是溶液 因为饮料包含了整杯的茶、糖等所有的东西 在用浓度公式计算之前 一定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溶值哦 接着我们来计算糖的质量 根据糖量的说明表 一颗方糖的质量是5公克 小明点的大杯全糖全冰珍珠奶茶 有7颗方糖 糖的质量为5乘以7等于35 也就是一杯700公克的全糖珍奶 有35公克的糖浓度是35除以700等于5% 小华点的中杯微糖梅子绿茶有1.4颗方糖 糖的质量为5乘以1.4等于7 也就是一杯500公克的微糖梅子绿茶 有7公克的糖浓度是7除以500等于1.4% 虽然小明点的饮料比小华的大杯 含糖浓度却是比小华的高哦 买饮料的人很多 等了好久 终于拿到饮料了 小明立刻大口喝起饮料 突然发现 食口已经不早 应该要回家吃饭 于是他说 我妈如果看到我带饮料回家 一定会碎碎念 我要先喝完再回去才行 小华说 对啊 我爸也会念耶 他说饮料太甜了 太多糖对身体不好 刚刚算一杯的糖只有7公克 浓度也才1.4% 哪有很多啊 小明拿起手机上网查资料 看到一段文章写着 每人一日活动所需的热量约为1800大卡 饮料与食物额外添加的糖 不宜超过总热量的10% 也就是别超过180大卡 小明和小华喝的这杯饮料糖量有超标吗 诶 暂停一下 聪明的你帮忙算算看 小明和小华喝下的糖的热量 有超过180大卡吗 根据糖量表格下方的说明 1公克的糖热量是4大卡 我们将糖的质量直接乘以4就是答案咯 小明的珍珠奶茶有35公克的糖 热量是140大卡 小华的梅子绿茶有7公克的糖 热量是28大卡 都没有超过180大卡的限制 可是用比例来看 小明喝一杯珍珠奶茶的糖量 已经快劈进上限咯 如果再吃一包巧克力 可能就会超过 长期摄取过多的糖分 会造成肥胖影响身体健康哦 所以一天最好别喝太多杯饮料 尽量点甜度比较低的 这样才不会摄取太多的糖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